My life 一直在等待 空荡的口袋 想在里面放一份奶 Why 总是被打败 真的好无奈 其实我实实在在 不管帅不帅 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我 好跌尽也明白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都是放手去爱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 期待你发现我的爱 无所不在 我自然的让这关怀 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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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的 你的方向 我一眼就看出来 是因为爱 我猜 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人 好几个我 看得尽也明白 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不过你可以发挥你乌龟的本性 怕着 怕着比较适合你 因为你怎么可以泄露病人的隐私 我有叫你问那么多吗 又没有家属在旁边 他就只好跟我嘱咐了 翻过去 笑 拿梳 我看你肚子也饿了 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 我帮你去买 我要吃北京烤鸭 上海生煎包 苏州大闸蟹 第一百米以外 不去好了 又干什么乌龟 说话要算话 我来医院回公司 记得明天到公司灌手续 你可是跟我签了合约 要替我打功募名 敢说话不算话 我就把你告到屁股尿 听到没有 你算认识 想到别跑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做什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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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人 我是病人 喂 快去买了 趴着 再趴了 这双都出来了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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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多少钱 你好 总共一百块 一百是吧 对 谢谢啊 不客气 喂 喂 喂 李唐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你有事待会儿再说吧 护方思 李唐的手机怎么在你这儿 你有时间的话 就来医院看看他吧 是 还是听出来的 麻烦您帮我查一位叫李唐的病人 好的 谢谢 这叫301病房 哪边走 谢谢 谢谢 到底怎么回事儿 为什么弄成这样 这么晚了你们俩在一起干嘛 自己去问他吧 不方思 既然都离开公司了 能不能离他远一点儿 既然是你的人 那就请你自己看好他 怎么到了现在你还是这样呀 怪不得你的新妇都会出卖你呢 你还真是可怜呀 怎么了 李唐不是都调查清楚了吗 他没告诉你是谁做的呀 不过也难怪 像你这种人怎么会有朋友啊 你就一个人待着吧 反正你也喜欢 你是去北京买烤鸭 这么慢 死胖子 谢谢你喔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吧 你都删成这样了 昨天有个人照顾你吧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是朋友呀 他刚刚没有跟你说什么吧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 你都把我的话都变了 小楠 我们的事情 我们的事情是不是早一点解决会比较好啊 脱下去对我们大家好像 都没有什么好处啊 我知道你想尽快能跟方思在一起 我只是觉得如果现在公布的话 我只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再度下去的必要 而已 如果你觉得这样会让方思觉得委屈的话 我其实怎么样都可以 我一开始也只是怕担心会影响到璀璨嘛 但是现在璀璨二期有这么多好的设计师加入 而且人气又这么旺 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而且现在事情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 都说VR搞的鬼 之前比赛弄得这么大啊 对方思的名誉肯定会产生影响的 你为了他考虑也肯定要开新闻发布会嘛 我想那个时候 你把我们婚礼取消的事情公布会更好 我们还是好朋友啊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都在 你放心媒体那边 我会把对你的影响力尽量降到最低 好啊 反正你说什么我都是听你的呀 从一开始我就这样了 不过现在 你总得听我一次吧 你都伤成这样了 上去好好休息好不好 你帮了我这么多次 就让我帮你一点小忙好不好 走吧我扶你上楼 好吗 就但是 我弥补我自己犯下的错 现在我们的事情是不是早一点解决会比较好 你就这么着急甩了我 好可不放私在一起 喂 美雅 你放心吧 我已经让你去安排了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等我消息 拜拜 走 我当然得帮你了 这下连我都连累了 丑八怪 救命啊 你 终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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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找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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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 原來你在啊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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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跟我回來搶你嗎 我 我只是想拿回我的設計 這件事不過是你想賴在他身邊的借子嗎 不是的 我根本沒有想過跟李宗盛有任何關係 那這樣的話 這些東西就完全沒有在你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詠 tão 他殺到了 今晚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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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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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还想画 只要还能画 我都可以重新开始 可是再弹簧 就要不断地面对自己的过去 把她的过去 把她的过去 约想逃跑啊 就要不断地面对自己的过去 李总 你这是演的哪出啊 这么早来上班 屁股也答应了 我警告你啊 这事你要是敢给我说出去 你就见不到明天的态度 放心 我没你那些员工大嘴巴 既然不是想要临阵脱逃 那就进去啊 那就进去啊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疼得受不了就别来上班了 要是非来上班 你就让香男送送你吗 要是香男不送 你又去买个拐账 我还删掉腿的蛤蟆也不错啊 拐你个头啦 快去报到啦 有时间在这边废话这么多 不是在路上吗 叫不叫 喂喂喂喂 喂喂喂 又杀回来了 还有李总护驾呢 比起这个啊 我倒是对欧总监的去向更改变的 谢谢 我们有什么好想的 不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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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我先放下 有一件事跟大家宣布 设计部将交由副方思担任总监一职 还有璀璨的项目也交由他全权负责 既然大家以前都跟他合作过 我想对方思的实力应该不用多做解释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跟我们的总监配合 尽快将项目推进成功 还有啊 我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跟工作上无关的事情 那个欧总监 欧总监的事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 还有情况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都会 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才看着 你又有他 你又发挂 这方思痛 你在员工面前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 你不会将欧维亚的事情肇事公开吧 你说过你不会管得让我自己来处理 我说过 但不包括欧维亚 她自己做的事要自己承担后果 没错 但是你举行的比赛也会变成一场闹剧 你将人事变动消息发出去 那所有同伴都会知道发生什么 堂皇就会变成笑柄的 你是在 关心我 是不是啊 既然我答应你会堂皇 就不会在意别人说我什么 他们说我逃兵也好 靠旧情也好 我都不在乎 你在乎 既然要回来就堂堂真真回来 干嘛被整个黑锅 黎棠 你没必要这样 反正我也没有打算 没打算 继续在这里做你的白日梦是吗 什么 不妨是我告诉你 从市场上来看你的程度效果 远远不如欧维亚那套 要不是因为欧维亚发生这件事情 公司也不会退而求其次 收你的烂火 你给我仔细听好 你最好保持好你的高标准 否则我一样 我会收你 听到没有 你放心 我对设计图的要求不会降低 白日梦我也会继续 如果你忍受不了的话 就趁早放弃吧 我终于找到你的态度了 继续保持啊 还有啊 我整天挂一张臭脸在脸上 看了就讨厌 加油 做好了被人嘲笑和误解的准备 但面对你的时候 却始终觉得措手不及 我害怕面对的人 其实你啊 你对我越好 我越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 为什么非要让我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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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你想听听哪个 先听好的 复方思复职了 那坏的呢 复方思复职了 你说话能不能清楚一点 复方思复职对于你来讲 不就是一半欢喜一半忧闻 那欧维亚呢 自己离职咯 这次比赛搞什么的 全行的龙头全残家了 现在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事 他突然这么离开了 猜什么的都有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欧维亚明显对程湘南 就是虚情假意的 那他为什么不把他供出来 因为他不敢 但是你可以啊 我不可以 好 好 好 听说有些人为了复方寺回来 坐骨都伤了 还坐得住啊 不痛啊 你怎么知道 这会儿难道你还想杀我灭口吗 好 不逗你了 说正事 欧亚的事真的就这样了 你是不是也要跟我说 不管我怎么圆 堂皇都会变成这样的效果 而因为这个比赛 来的所有订单都会被取消 风火系猪猴 别人大军这是命 你呢 无非说点财而已 对吧 反正当初三千万买张图纸的破事 你也不是没干过呀 你回去吃猫衣了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通告准备要这样发出去 爱情的不是你 爱情来要人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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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它不是名 爱起来要人民 它就像千败之虫 钻进我的心 过来啊 你过来 过来啊 过来 过来 拜拜 过来 拜拜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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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发堂皇 高层震怒 我看它以后啊 在这行混不下去了 活该 我早就怀疑那图纸不是它画的了 原来根本就是直接抄方思的呀 现在真相大白 方思不但复职 而且还升职呢 那一姐 你可是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方思姐的 我想 他不会亏待你的 是啊 那能力呢 方思确实是强太多了 他坐这个位子 我不信啊 新官上任 这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啊 他今天晚上会请客吧 我说怎么来这儿不走呢 原来蹭蹭蹭 蹭蹭蹭 蹭蹭 蹭蹭 你这么万里嘛 再说 他刚刚得到平反 很值得庆祝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方思姐 方思姐 恭喜你啊 你看 现在李总已经对外正式宣布了 以后 我们堂皇的首席设计师 就是你了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整个行业都知道了 欧威亚的那点成绩啊 都是抄你的图换来的 您说是不是 对啊 当时你主动弃权 外界对你有很多不公平的言论 不过现在好了 都明白了 我们大家都特别欢迎你回来 欢迎你回来 谢谢 以后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 我会严格要求大家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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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思 我 我有话跟你说 是关于 我现在很忙 向南姐 这事你快得帮我呀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我 好了 有什么好害怕的 现在只不过是李唐宣布只被变动而已 其他的东西那都是媒体瞎写的 李总已经退翻我的设计了 方思现在也扶植了 夜内已经开始有传言 说是我剽窃了方思的图纸 这是要是再拖下去 我就真的很难翻身了 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 对不对 而且说到底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既然要做 就不要露那么多马脚让人抓嘛 事情发展成今天这个地步 我都没有把你牵扯进来 我只是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 依你在这行的人脉关系 我起码是有机会可以留在这行的 我会的 只不过不是现在 那这段时间啊 你就安心地在家好好休息 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安心 你 你让我怎么安心 等到方思的图纸公开 还是等我剽窃的事成了事实 我不像你有个有钱的未婚夫 我要生活的 小娜姐 我只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 难道这样我也很过分吗 过分 你知不知道 如果现在我和李唐叔 等于和他唱反调啊 而且 为了你 如果我和李唐之间 再出什么岔子的话 我觉得不太值得 什么 你就是因为这个 对啊 你 正像男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 我为谁想 少在这儿威胁我 欧威啊 这么多年了 只长心眼 一点脑子都不长嘛 还有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让我得盈谈工作的话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乖乖在家给我等着 不要抄得我这么撒泼爽回 这些东西对我一点用动 而且都是我们剩下的 你给我记住了 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你自己蠢 你干什么 你跑了 我这是瞎了眼了 我才有相信你 我是嫉妒傅房司 你难道就不嫉妒吗 你别以为这件事 你可以多了甘心 我告诉你 李唐是我的未婚夫 而你 你只不过是一个 偷了别人东西 被抓现金的蠢货 你以为你现在说话 会有人相信吗 对 是没人相信我 也没人在乎 这点我念书的时候 就有自知之明了 家境比不过人家 脑子也比不过人家 我是想走捷径 但我至少不出卖 自己的身体和感情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 走捷径是卑鄙 但是谁会知道 我付出的努力 一点都不比别人少 程湘南我告诉你 我从来都不后悔 当你的跟班 不管你让我干什么 不管我在你面前 多卑躬屈膝 那是因为你给了我 一个机会 给了我一条通往成功的路 但是现在我后悔了 因为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你现在用完了 想一脚踹了 我告诉你 没那么便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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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了 程小楠 你使什麼貨色我再清楚不過了 做人 還真是得靠自己 看你這魂不守舍的樣子 想來人了吧 你沒事吧 別走呀 有需要跟姐說 姐這兒有資源可以給你介紹呀 喂小楠 我正想問你呢 為什麼方思的圖紙會無端端地跑 回亞那去了呢 我覺得這件事想到會議 可是我覺得這事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憑我多年看名偵探柯南的經驗來說 其實真相只有一個 是什麼 我們這裡有內監 你說得跟真的一樣 他不然怎麼會這麼巧啊 他對我有意見啊 別管他 你說 這方思抗壓能力真是巧 外面都說成那樣 他跟沒事兒人似的 別讓你的人生輸給你的心情 這句話沒聽過嗎 沒聽過 其實我覺得那篇報道後半段說的還是挺有道理的 嗯 看似堅硬的複方思 卻有著對設計柔軟的心 執著 勇敢 努力 好 好 看你一副佩服的五體頭裡的樣 有那麼好嗎 嗯 我覺得你呢 就是熱臉貼了屁股 想給他慶祝一下可不行 要我說 這種不肯跟下屬打成一片的領導 將來就會把下屬打成一片 沒那麼嚴重吧 林總 我 我先過去 現在有點事 小麥 小麥 學生對不起 自然 對 對不起 我接受了你回去工作吧 我的電腦密碼 只有你知道 對 你做了幾年的設計師 我就跟著你做了幾年的設計師 你是助理 你的電腦密碼我再熟悉不過了 沒錯 圖是我偷的 是歐維亞讓我幫他偷的 你不要再可憐我了 其實你什麼都知道對不對 你知道我為什麼還不說呢 我不是在可憐你 我是 是你根本就不在我 在你眼裡 我就是天生做助理的料 跟我走 你帶我來這裏幹嗎 從你加入工作室開始 我們一直都是並肩作戰 不是 我只是你身邊打砸的 我一畢業都跟著你 你知不知道我要多寵敗你 我多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努力 你肯帶我來套皇 我非常感激你 我也知道 你帶我來 不是因為我很有能力 你只是可憐我而已 遇到了問題 你會自己解決 解決不了你會自己承擔 你只在乎作品 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你只需要配合 不需要合作 你這樣的話 沒有人會成為你的夥伴 我記得剛來唐皇的時候 你鼓勵我 你說要我做自己 不需要道歉 我以為 我能從你的助理 升高為你的朋友了 但我沒想到的是 這麼重要的選拔在 你連 帶假期也都不願意待我 小奈 小奈 我們是朋友 只是我我以為 我以為設計就應該是獨立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具備 獨立創造能力 你以為 什麼都是你以為 我以後不再配合你的以為了 小奈 小奈 對不起 我以為是 在這座城市裡 每天都有那麼多人 忙忙碌碌碌碌 碌碌碌 他們都想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位置 我覺得我們兩是同一類人 為了理想可以結伴而行 我知道我自己和作品打交道太久 我擅长与人面对面交流 可是我觉得我们俩有默契 很多话我不说你会懂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会让你那么难受 从你的作品中 我可以看到你的才华 坚持和诚意 同时也可以看到你的犹豫 胆怯 和小心翼 我知道你还有上升空间 所以在工作室的时候 我让你和艾蜜去参加宣传活动 艾蜜放弃了 可是你没有啊小奈 但是我也没有坚持到最后 所以我很失望 而且你还认同了欧威亚的方式 你 你 你都不会怪我吗 怪 我不敢相信 一向胆小的小人居然敢做这样的事 但是因为是你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我的时候 只有你一直支持我鼓励我 所以我可以理解 甚至可以接受 那 我刚才不想听你说 是因为我知道你能说什么 我您也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守不得了 对不起啊 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才要相信你 我是嫉妒傅房子 你难道就不嫉妒吗 你别以为这件事你可以多的干系 李唐是我的未婚夫 而你 你只不过是一个偷了别人东西被抓性情的蠢货 你以为你现在说话会有人相信吗 是没人相信我 也没人在乎 这点我念书的时候就有自知之明了 家庆比不过人家 脑子也比不过人家 但我至少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和感情 但是谁会知道 我付出的努力 一点都不比别人少 我从来都不后悔当你的跟班 不论你让我干什么 不管我在你面前是多么的卑躬屈膝 我都不在乎 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机会 给了我一条通往成功的路 莫贝亚 其实从我第一天认识你开始 我就知道你跟我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普通 一样的不甘平凡 一样的珍惜每一个机会 我们付出很多的代价 走积境一样需要努力 努力展现自己的光彩 努力抓住能抓住的所有 再帮你最后一次吧 从此之后 我们也两不相见 每天上班都会像粉一样 看看 别吐走 能不能走了 一起坐吧 好 确认一下啊 谢谢 方思姐 这些我都做好了 辛苦了 方思姐 这是我们工厂的服装布料 好 好 来 方思 这个是工厂 是我们的工具单 好 谢谢 来 来 今天 方思姐 你是方思姐的工厂的 是不是让她请我们吃饭啊 让我来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方思姐 方思姐 你现在是总监了 我们大家都特别替你开心 谢谢 谢谢 在那儿而已 方思姐 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我们大家一定会一直支持你的 对呀 方思姐 会支持你 对呀 方思姐 对呀 不是 不是 是你啊 没想到 以后可以一直和方思姐一起做事 我们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件 特别值得庆祝的事情 好 好 好 笨蛋 人家在暗示你请客啊 傻瓜 我会努力的 大家放心吧 跟大家宣布一件事啊 我们刚刚 自私 冷漠 无情 又讨人厌的傅方思小姐 她跟我说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说很开心又能够跟大家一起工作 所以她想跟大家一起吃饭唱歌 还没说完 而且啊 她特别特别跟我强调 她想请客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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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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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姐 哎哟 原来你早就连李总都一起约好了 怎么不早说呀 赶紧订地方吧 再晚就团工不了了 好 那个土豪不团团够好 晚上算我一份 太笨了 太笨了 李总喝醉了 还谁买单呢 这杯酒 我带李总喝了 李总喝醉了 什么时候 跟陈小姐打婚啊 我是为了你她 我是为了在她眼中 保住一个万倍的陈小兰 李总 我跟陈小兰的婚期 一切造就 什么事啊 我跟陈小兰的婚期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造就 走了很远才回我走 深处冰冷的海流 再没有你牵我的手 不顾一切 不顾一切 对我 挽留 我一个人 要怎么走 怎么走 在没有你的路口 我 孤单时候 谁在身后 幸福相错 还是相拥 如果时光可以 遭留 你是否为我 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 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 是因为我 直到永久 如果时光可以 倒流 你是否为我 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 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 是因为我 知道永久 是因为我 知道永久 我可以忘记了 我可以忘记了 我可以忘记了